我們選擇旗幣 可以選擇B或A按鈕 選擇 或者用Microbit也可以 但現在手上Microbit也不要緊 我們選擇Jurassic 然後用A按鈕 只要在限時三十分鐘之內 射Comfort 至少三十次 去到零秒 他就會跟你說你贏你輸 速度都幾快 所謂都具挑戰性 但又未至於完全做不到的程度 剛剛有三十分鐘 耶 這是給你一個retry的選擇 就會去到這頁 但沒有Animation 開始 好 這裡可以選擇 要什麼地方 B就是轉 A就是確定 對 那這次選擇的 對 好 我們做一個書的例子 嗯 嗯 如果碰到它就會有槍聲 對 對 如果有三十分就是贏 沒有三十分就是輸 對 所以我就輸了 哇 你現在有COVID了 真是慘了 按Retry就可以重新來過 但是沒有剛剛的Animation 就不需要再看過的 就是一直這樣按 其實大家按 這裡都可以做的 嗯 確定也可以這樣 確定 好可愛啊 那在我們這個 Boom COVID Boom 的遊戲裡面 嗯 那這個是一個 first person shooting game 那其實 裡面包含較為特別的 就是 它可以選擇不同的地方 啦 因為 就是 可以轉向背景 就會比較 沒有那麼沉悶 那 那 但如果選擇了 那個地方之後 就可以這樣confirm 那它就會有一連串的 呃 coding 那就是 雖然有點難解釋 就是 大約如果 這個時間會一直倒數 30秒裡面 拿到 10 欸 拿到30分的話 那就贏啦 然後就會有這個 黑色的 Aim Aim Aiming的東西 那就可以 用它 用Mouse來控制住 那個 它的動動 那碰到COVID的話 其實就會加分的 如果是遊戲進行之中 那 呃 我們也都在前面那裡 加了一個小小的Animation 呃 遊戲 如果不是錄影的話 是會有聲音的啦 那就 就 盡量都增加少少 樂趣 這樣子 那 當個遊戲其實完成了之後呢 嗯 例如 無論你輸或者贏都好 我們都會給你一個 畫面 去 restart 那些 的 東西啦 那你就可以 曹生來玩過的遊戲 那 啦 那